大家好,我是C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液化Warwork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将要介绍的C口语法是Delete语句 Delete中文就是删除的意思 只不过呢,我们的Delete是指删除表中的记录 也就是行行,删除表中的记录 并不是删除整个表结构 也就是表结构依然存在 只是表中的某些行,它的数据被删除掉了 那好,我们依然还是以这个Test表为例 接下来首先我们要学习一下Delete 这个语法,Delete语句的语法 Delete表明,然后where条件 请大家特别注意,请大家特别注意 Delete这个语句的语法其实还是挺简单的 只不过呢,如果Delete没有加where条件 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动作,它代表全表数据删除 那好,现在呢,我们这个地方呢,要删除第三条记录 Delete,Delete 应该是Delete这个Test whereID等于3 好的,接下来 运行 再查询一下 好,到这里为止 第三条记录哈 就已经删除了同理 我们可以根据lame或者是address 等于什么呢 成都 就删除成都的 地址是成都的这样一个记录 OK,再查询一下 我们删掉了第一条记录 因为它的地址是成都 这个就是Delete语句的语法 请特别注意 Delete表明 再加where,再加什么呢 条件 如果不加where条件就代表 全表删除 全表删除 你看一条记录都没有了 好的 这个呢,就是Delete语句的语法 同学们,掌握了吗 我们下次课再见